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态度亲切 动作俐落 基础减法 洗法到护法和染法保养 客人跟了他十多年 专程度相当高 我觉得就是他好勇敢 然后很敢于面对挫折 就是遇到一些挑战 或遇到一些问题 他就会去面对它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美法生意竞争激烈 要抓住客人的心 服务好和价格公道之外 培养信任感 都是关键 你上班的时候 你只要把客人顾好就好 可是你开店的时候 你开始你不能只顾客人 你还要照顾员工 经营一间法廊 跟两间三间连锁店完全不同 林小婷没办法分身法术 才开始学习经营管理 他笑说自己刚开始不懂 遇到经商的客人 就从旁打听询问 一步步打下基础 从家庭式的开始 就是从学习法 然后学 反正就这样学 然后学了一阵子之后 我就会越换越大 我就会想要换更大 因为有些客人 就会跟我说 你这么小 然后你应该要去 更大间的去学习 然后那边会有很多制度 然后会有 反正就是比较有规模 林小婷勤快又有亲和力 轴隔越来越多 业绩越来越好 事业蒸蒸日上 跟员工相处 亦是亦有 四十多岁之后的人生 林小婷开始为自己而活 也花更多时间 在孩子家人身上 她也总算靠着努力 让财务独立自由 靠双手力量和积极态度 尝到改变自己 人生的滋味 谢谢大家 杨核心